OK,來,27題 三角形ABC中 租1平行VC 然後租1和租F兩條線段把面積三等份 那所謂的面積三等份 我就把它們都假設為1嘛 對不對 那求租1比VC 我現在先思考一個觀念 三角形ABC 比上三角形的A 等一下喔 三角形的A租1 比上三角形的ABC 幾比幾 面積叫做2比3 對不對 那它的邊長比呢 老師拿租1邊長 比上VC邊長 好 我知道邊長變成面積要平方 那面積要回來邊長要開更好 所以就會等於跟號2 比上跟號3 好 所以租1長度比上VC 邊長比就是跟號2比跟號3 來,28題 三角形 ABC珠是一個直板 VC是30公分 OK,這邊是30 那PQRS 它是一個長12 寬6公分的長方形 這是6 這是12 那小得 想要沿著VP和CS 去減出一個三角形 那AV至少要多少公分 我要求AV的長度 其實就是求這一條的長度 OK,那這一題 又是十字架的問題 老師在這裡點ABCDEF 那這個叫做G 好 所謂的十字架 就是我知道EF 比上EG 會等於我們的PS 比上VC線段 那今天要求AB 那我就把AB叫做X 那EF呢 EF就叫X-6 對不對 那EG 就是我的X PS呢 是叫做我的12公分 VC是我的30公分 好 在內層內等於外層外之前 瘦身一下 這是6265 然後開始內層內外層外 所以就可以得到2X等於5X-30 所以一項一項 3X是30 X就叫做10 所以AB至少要10公分